书接前文 常柜啊 拿着胡庆春那封信 找到了德聚全 见着小伙计叫常春 您别看这是小伙计 但是他主大事 有时候胡庆春不在柜上 跑里跑外 全是常春负责 这个人呢 老是厚道 勤恳有本事 常春拿过这封信 一看喜出望外 高声喊叫 伙计们 大家都过来 咱掌柜的没事 亲笔写了封信呢 让咱们套车去接 赶紧把店面收拾收拾 我带着人去接下 三郎套套车 三郎他是车老板 人家本店还有车 这叫套车 然后长春又到了胡庆春的内房 准备了邪帽应用职务 在柜上又拿出了二十两文银 带了俩火器 这俩火器在这也干了好几年了 一个叫大盒子 一个叫二盒子 又拉着常柜上了车 三郎套把边一晃 哇哇哇哇哇和道儿 cat 是直奔城外的乡 Junior 一路之上能不落磕吗 常柜把自己的身世向这长春也做了介绍 长春边走边说 我说常规 你是大好人 我们掌柜的在信里 首先提到的是你 没有你救他的命 他没有今天 连我们店里的伙计 都得感谢你 你说 掌柜的是我们的顶梁柱 掌柜的要有三长两短 我们的店就没法支撑下去了 我们饭碗就砸了 你说是 可以是可以是 我那个人之常情 别老说恩人恩人的 这听着我心里头 我装不下 是人们就得管这些事 是不是 天下人管天下事 人们看得出常规厚的老实 这人没什么文化 非常实在 路上无话 就到了龙泉山下 常规从车上下来 在头前掩路 长春大河的二河的跟着 就来到那窝泊 常规就喊 胡掌柜 我们回来了 胡庆春呢 早就着急了 胡庆春穿这身衣裳 是和尚的衣服 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 因为他没有衣服 暂时是常规 在庙上给拿着衣服 让他换的 等来到近前 大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团团把胡庆春围住 热烈祝贺 胡庆春就问 长春啊 我衣服拿来了 拿来了 你快换上 人配衣服 马配安 换上这套衣服 穿愁裹断 立刻就变了样了 把银子揣到怀里 跟常规说 恩公啊 咱们到庙上吧 你首先得辞行啊 这叫来去明白 对对对 我一直惦记这个事 惠明老师对我不错呀 那也是我的恩人呢 咱不能不明不白的 撂头就走了不是 好吧 等进了庙之后 一找没费劲 找着惠明的 惠明一看是常规 后边还跟着个主 穿愁裹断 一表堂堂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经过常规这一介绍 惠明大师这才明白 阿弥陀佛 原来是胡施主啊 欢迎欢迎 胡幸春代表常规 对惠明大师再三表示感谢 后来常规 咧着大嘴过来 一躬扫地 惠明师父 我在庙省一带 一年挂铃啊 全是您照顾我了 我我嘴也笨 说不出啥来 我知道您是大好人 我非常感谢 哎呀我呢 这回遇上新主任了 就是胡掌柜 他打算把我带到北京去 我另谋职业 我今儿个特别向您辞行来了 哎呀 好啊 常规施主 看你这个实在地儿 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 祝你大吉大利 早日发财吧 我也不挽留了 常规在胡庆春手里 把你二十两银子拿过来 大师啊 我没有钱 我是借的啊 这叫借花献佛呀 这是文言二十两 其中有十两 是我捐给庙上的 剩下这十两 是给您个人的 您听明白了啊 我知道您呢 也不富裕 这十两银子不太多 您解决燃眉之急 表示我一份心意 哎呦不不不不不 出家人不贪财呀 我佛慈悲 那是我应干的事 我怎么能授钱呢 不不 您一定得留下 您不留下 我离不开这个门 后来慧明实在没办法 把钱收下 旁边啊 那小和尚胡正啊 心里头把抓柔常 一看我好不容易凑合 一个好哥们还要走了 也不能挽留了 胡正心里就想 你给慧明师父啊 也不错呀 你别看他嘴头上客气 这叫出家人不贪财 越多越好啊 这十两银子可也不在少数啊 慧明师父把钱收下之后 胡庆春领着常柜 这才离开庙宇 赶本窝泊 那胡正奉命来接手来了 胡正擦着眼泪 走了 我也留不住了 我说师兄啊 往后常联系 你回到北京城 别把你这个小兄弟忘了 小兄弟 你也是大好人啊 一年多来 没少关照我 这样吧 你不也是假和尚吗 将来一旦你不想干了 上北京找我去 我万一要能混出个人样来 我也给你男朋友活 你看怎么样 谢谢谢谢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非走不可 到时候我找你去啊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啊 胡庆春上了车子 众人为前为后 上车的上车 赶车的赶车 驾得落火 又回到北京 简短解说 一到了德剧全呢 十了名伙计 全都迎接出来了 一个个笑珠颜开 掌柜的回来了 掌柜的回来了 掌柜的平好吧 啊 平好 各位挂面了 挂面了啊 这不是我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十了名伙计是非常的高兴 胡庆春到里屋 看看自己的住处 然后转身出来 告诉常柜 常柜啊 一会儿咱开个碰头会 那年月也有会 要不很多会叫门 怎么都叫这个会 那个会呢 大家碰面商量事就叫会 胡庆春把十几个伙计 召集全了 跟大家首先介绍常柜 他怎么救的我 怎么救的我 这是我的恩人 从今以后 就在咱们德剧全谋生 做我的左膀右臂 现在我正式宣布 我呢 当然是掌柜的了 长春为二掌柜 常柜为咱们店里的三掌柜 大家欢迎吧 哎呀 欢迎三掌柜 欢迎三掌柜 常柜一听直播了脑子 不不不 掌柜的 不行不行啊 我不认字 我是个大老粗 你叫掌柜 我能干点什么 你叫我干点力气活还行 这这我不是能料 嘿 胡庆春一笑 常柜啊 不必谦虚了 名义上是三掌柜 其实呢 你就是我的贴身保镖 咱形影不离 这行吧 那行 保镖行 卑卑扛扛 我保护你的安全 这把的力气还有 叫我经商 门都没有 慢慢练的你也就会了啊 哎 长春啊 他就跟你住在一个屋里的 哎 来跟我来跟我来 人家买卖得具权很大呀 长春住的东配房 一铺大炕 就一个人住 多一个常柜 那算得了什么呢 背后路子都是新的 给常柜也换了里外三斤的衣服 常柜乐得不知道怎么得好了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胡庆春盛牌宴宴 祝贺店里的掌柜的火器一家团圆 在酒西宴前的这常柜有点纳闷 你看常柜面粗心细 其实话 我来了一天了 我怎么没看着那掌柜呢 没看着谭家里头还有妇女啊 有心问 又想别问 这里边肯定有说到 做人的规矩就是这么回事 当说的说 不当说的别说 当问的问 不当问的别问 祸从口出 并从口入 这个道理不能忘 慢慢的自个儿就清楚了 常柜心里的纳闷是有原言的 下文书咱给您讲 书说简短 打这之后常柜 就在德聚全安身立命了 胡庆春走到哪 他跟着哪 两个人是形影不离 回到店里 大家都称他三掌柜 时间长了 他也就接受了 日子过得不错呀 胡庆春呢 没白用他 除了吃住之外 每一年还给他关十两银子 常柜哪见过这么多钱 乐坏了 光阴四见 日月如索 一转眼 一年挂灵 常柜也胖起来了 脑门背亮 鼻子头闪光 精神头挺足 这叫人得喜事 精神爽吗 但是说这天陪着胡庆春到外边溜达溜达 实质上呢 胡庆春呢 想看看自己那些买卖 虽然他自己经营的是德聚全 卖的是干鲜国品 他还有好几处买卖呢 都租出去了 比方说三玉斋 比方说道乡村 九一堂 这都是他们家的房子 就在前门一带 他有四五处房子 这租出去 每一年的租金也相当可观 什么也甭 做收白银也一百多两 他也为的是告诉常柜 这是咱的买卖 这是咱的房子等等等 常柜不住的点头 行行行 赵贵的 你真有能力啊 这一年多我都听说了 就您呆这地儿 寸土寸金 一寸土都值一两黄金呢 你有这么多的房子 这就是聚宝盆呢 常柜 别着急 好好干 我相信你将来也有这一天 我不敢想 下次我也不敢过分的想法 行行行 说是往回走 溜溜达达 正好路过前门 你看前的围着一帮人 吵吵喊喊 不知道是为什么 胡庆春和常柜驻足观看 常柜伸搏地手 呀 这不是全人吗 都不让的了 这才跑进来跟全人相见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杨全人把常柜接到十里铺 小炕桌放上 他们连吃再喝 在讲各自的身世 前文书咱说过了 讲到欢乐之处 大家高兴 讲到难过之处 大家是喜极而弃呀 那个心情 什么样 我不介绍 你也清楚 肠棍 哩喽啰啰啰的 把自个的经过 介绍完了 把眼泪擦擦 全人啊 你遇上好人了 就是你干爹 我也遇上好人了 就是胡老板啊 咱不能忘记啊 咱爷们又见了面的 这叫天意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瞅瞅你的买卖 通过你的介绍 你小的买卖做的也不错呀 有出息啊 将来不愁大富大贵 哎呀 常规叔啊 我也希望有那一天 当今就是个小买卖 十个老钱租一天 天天维持生活 这常规热心肠 有什么说什么 我全人啊 不是我多嘴啊 这个肉饰胡同啊 靠着德聚全旁边 有一块地 那就是我们胡老板的 那块地闲着呢 比你前门这块地 可大一倍 以你方才的介绍 你现在买卖做的挺红火 务不应求 你要有那么个摊子 那你的收入就能翻一倍啊 怎么办得了 明天呢 我领你进城 去拜会胡老板 给你们介绍介绍 好好坐在一起谈一谈 胡老板 我相信 他肯定答应 你要就把那块地 你站上 你的收入不成问题呀 那好吧 我正愁这事 到了第二天 老干爹和兰子看家 长棍带着全人 换了套干净的衣服 进了城了 先到道乡村买了四季糕点 又买了不少的水果 来看胡庆春 胡庆春回来了 干嘛呢 喂鸟呢 旁边骑着茶水 逍遥自在 听见脚步声 一抬头一看 长棍咧着大嘴 领着羊泉人进来了 掌柜的 我回来了 回来好 回来好 哎呦 这不是小羊掌柜的 一句话 把羊泉人逗乐了 您老人家真拿我开玩笑 我算什么掌柜的 顶多是摆摊设底的 来来过来过来 我好好看看你啊 匆忙之中 咱就分了手了 来来过来 弄得全人真不好意思 规规矩矩 站到胡庆春面前 让他看 胡庆春拉着羊泉人的手 摸摸他的头顶 敲敲他的后背 从头看着脚 从脚看着头 再看胡庆春的眼泪掉下来 杨泉人一看 呦 这怎么回事 瞅我哪变呢 掌柜都哭了 胡掌柜 您这是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全人啊 今年多大了 十六 哎 如果不是出了那样的事 哎 不说了 不说了 今儿个不谈不愉快的事 我见着你就非常亲呢 咱就是一家人 你就拿我当老前辈 试试 谢谢您 谢谢您 我常规叔这两天 没短的悼念您 没有您的提拔 但哪有今天 哎 别说这 别说这 喝水不 喝一点 哎 得谈正题呀 常规没法说 跟杨泉人一时眼色 杨泉人多聪明 掌柜的 嗯 我有个要求 说 什么事 我在前门呢 摆摊 遇上了不愉快的事 哎 那赵四到那胡搅 您呢 跟常规叔给我解了 围了 我对那块地就点腻味 实话说啊 我现在小买买听火 我那探面太小 供不应求 我也施展不开 我跟我常规叔打听了 离民这德聚全不远 有块空地 正好在肉市口最热闹的地段 我不知道您呢 答应别人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打算把那块地 我包下来 设一个长摊 您放心 该多少钱 我给多少钱 瞧你说的 全然呢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是有那么快地吗 我都记不住了 常规啊 有吗 常规的有 您家大业大 也不在乎那点事 您是没注意 那块地儿 如果摆个瘫床 那非挣钱不可 是我嘴快 我跟全人说的 全人就打算报信了 啊 那行啊 咱一家人 咱一家人我闲着也是闲着 给你了 你就随便使婚去吧 不不不 掌柜道 该一是一 该二是二 咱们做买卖的人讲规矩 讲究诚信 我打听了 租那块地儿 少说一年得四两银子 我也不多给您 我一年也给您四两银子 这样呢 我干着踏实 不及我这心悬着 老小子亏人家 欠人家的 您以为如何 哼 小子行 行行行行 还懂得商业的规矩 好吧 那四两银子就包给你了 有你就给 没有你就不给 不不 一定给 我在路上我算计了一下 叫我一炮拿出四两银子 我没那个力量 没撒月 给您一两银子 年底结算 四两银子分分不差 你看怎么样 行啊 小子 你如此认真 这是好的 可见你这孩子有心计啊 你肯定能把买卖做起来 如果你租了那块地儿 离着咱们德剧权又不远 咱随时还可以照应啊 我常规啊 那么带着权人下去 找长春 就履行个手续吧 那年头也得履行手续 定个协议 胡庆春拿这玩意就不当回事 然后盖上章 摁上手呀 各支一份 杨全人看了看那块地儿是非常满意啊 常规就说 全人啊 你找两人帮忙 我也帮不忙 把这摊位咱织起来啊 缺什么少什么 你说话 行行行行 哎呦 把杨全人乐的找着一块风坠宝地 回去跟干爹和小兰子一说 自然全家非常高兴 现在靠着全人一个人呢 有点支撑不下去了 顾东顾不了西 怎么办 全家人齐下火龙关呢 王老爹说话了 怎么办 全人 这个收购鸭子的事 我包下了 你别起早贪黑的 再累坏了 回来 清堂 逃渡 也是我的事 然后有人给你送到城内 你就主持贪累就可以了 全人说你有病 我怕你累坏 不能不能 我再找个帮手 我让我那好兄弟 王老娘 我来给我打下手 叫小孙子 给你送货 你看怎么样 行啊 简短接说 买卖开张了 意想不到的 那么红火